就是金融怪的助理教授 是的,古教授 古教授 現在我們很榮幸請到 你想教授講這個財政現象法師 其實這次我們一起去探索 分享有些在座 可能比我更加自當 不過我在反思的時候 我都希望不要再講 看現在的財政現象是怎樣 我都希望我們習慣是基礎 一路一路講 首先看看我們怎樣看財政政策 我們現在說政府財政預算好與不好 那是怎樣 首先很多時候我們通常講 就是財政預算是反映著政府所謂的財政政策 那什麼叫財政政策呢 財政政策就是透過稅收和開支 然後令到希望社會達至穩定收入 還有通脹比較溫和 出盡就業 這個就是基本上主要的財政政策 從微觀的角度來講 就是達至減少財富元素 聽人說一下 那待會我再講 是不是要財富元素 減少財富元素 另一個問題 所以一般來說 在衰退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用擴張財政政策 即是說 減低稅收 刺激消費 另一方面就是增加開支 令到社會的需求增加 生產增加 就會就業增加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 衰退的時候 就要擴張財政政策 但反過來 在通脹的時候 尤其是需求大動的通脹 需求過多 就加稅令到消費減回 減少開支令到整體的需求減少 這個令到需求減少的價格的增幅就會放緩 所以我們通常都說 在通脹期的時候 就用我們叫緊縮性的財政政策 在美國有時候 有很多經濟學家 甚至一些黨派 即共和黨和民主黨 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主張所謂大政府 其實就認為政府做 比私人有效率的 因為有多一些專業人士 他的信息比較 私人機構更清楚 他的資金比較豐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他認為政府是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衰退的時候 政府要增加開支 在通脹的時候 就不要減稅 我剛才說過 衰退的時候 就是加開支減稅 但他們主張 衰退的時候 只是加開支 不要減稅 反過來 在通脹期的時候 我們原本可以做 就是減開支或者加稅 但是不減開支 就是加稅 即是說 開支只有得加 稅收就只可以加 所以政府扮演開支 和稅收的角色 就是扮演很重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 有些經濟學家 主張少政府 認為政府效率低 不夠市場做得好 所以反過來 在衰退的時候 就要減稅 這樣就不要增加開支 在通脹期的時候 就減開支 但是不要加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只是看到減稅 和減開支的人 那這個就是 一些經濟學家 主張少政府 所以你最近看見 《平革日報》 一年的時候 4月19日 引述了一個 華盛頓郵的專欄記者 就是當時美國 現在面對很大的財政赤字 那他怎樣處理呢 就是什麼 就是奧巴馬政府 這個自然 就是因為 其實是屬於哪個黨派的 那你都猜到 他只是 重量是減開支 他主張是小政府的 但是那些人評擊他 就沒有想過增稅 離去什麼 離去呢 因為政府 赤字太厲害了 那就應該是加稅 這個不是自己的經濟問題 就要令到政府的稅收多發 那就是減少他自己列 就是這麼多年的赤字 和那個債的問題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們都知道 減稅 不會奧巴馬 就是減開支 就是 那個是什麼 就是 增加稅收 不會奧巴馬做的 就是呢 因為呢 只做就是減開支 他不會加稅的 那如果要做的話 是另一個黨派 所以你知道呢 其實哪個黨做呢 你就知道他的方向在哪裏 其實 那 他們的黨有共識 已經 不是 他們自己 譬如說是共和黨 或者民主黨 一些是屬於我們叫做 比較正統學派 就是主張政府干預的人 那他就認為呢 就是政府效率比較低 那這個呢 所以他們就會認為稅收低 就應該開支要什麼 但是 所以如果我經常都聽見 就是我上次說 如果我們香港政府 如果經常都說要大市場小政府的話 某個程度 如果配合到一般的看法的話 應該是只有減的 就是說 經濟好的時候 就應該是減開支 經濟不好的時候就減什麼 減稅 有什麼事啊 但是 我就是所以 有時候政府說一套呢 我感覺到跟我們傳統做 既然你說 不應該這麼大的政府 規模這麼大 那你就不應該 就是 有加的現象了 就應該重量將稅和開支壓低 這樣才會令到真正勢 就是出場面來說 所以這個呢 我們呢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的看法 待會我們都會再提一下 不過根本呢 這個是說政府的財政政務 但是呢 另外呢 就是呢 不過記住財政政策是有目標的 剛才我提過 在宏觀經濟裏面呢 就要穩定收入 就是呢 就是呢 希望呢 就達至穩定收入 就業和物價呢 那個物價呢 那個物價要穩定 就業呢 就要增長 那希望呢 就是呢 持續有經濟的增長 那 微估呢 就希望呢 就有效率 和呢 就是沒有浪費資源 另一方面呢 就是減少貧窮 我們呢 我們呢 從兩個 這裏兩度呢 要看 第一個呢 就是呢 我為什麼說減少貧窮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聽到的人說 要減少貧富懸殊 要收拆貧貧懸殊 在我們角度來說呢 其實問題不是在貧富懸殊 問題呢 是在貧窮 譬如說 我們經常都說堅利係數 當然堅利係數 不是唯一一個 量度貧富懸殊的指標 但是呢 通常有人用一下 那我試下回經濟係數的觀念 如果有一百個社會裏面 我講得誇張些了 就是呢 有一個家庭呢 是有十億的 有十億一個家庭 有呢 一個月賺十億 但是那個家庭一個月子 另外所有其他家庭 都是每個月賺五萬元而已 差距就很大 所以呢 如果計經濟係數的貧富懸殊很厲害 但是那個家庭 按照現在的生活水準 如果五萬元的話 都不是太差的 但是你試想想 右手邊那個 如果我們的家庭收入 每個月只有五千元而已 或者我再誇張些 每個月只有二千 每個月每家庭都是二千元 那就是說貧富是絕對什麼 均等 那麼你會計出來的堅利係數會零 那你寧願要左邊那個 要是要右邊那個 就是有個家庭是十億 其餘的家庭是五萬元 因為說個個家庭只有五千元 我再誇張些的話 只有一千元 但是個個家庭收入絕對一樣的 那麼這個當然那個貧富懸殊 非常之 就是沒有什麼貧富懸殊 那麼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應該要第一種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呢 不是想貧富懸殊 當然我不是說貧富懸殊不嚴重 但是呢 我們更加很多時候看 就是現在的貧共有幾多 我們是要減少貧共更加重要 就是如果有一些人的看法 那將來有機會 就是講貧富懸殊 還有貧共的問題 但是呢 就是另一個了 所以呢 所以我們呢 另外一個我想提的 就是那個貧富懸殊 第二個呢 我們想知道 就是在所看的 就是香港呢 其實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財政政策 就是怎樣刺激的經濟 當經濟 就是有通脹收縮 當有經濟不好的時候要擴張 但是呢 某個角度 有些人都說 我們很多年前都說 其實香港是沒有財政政策的 所以現在那些人怎樣批評都沒有意思 香港只是呢 那個政府只是做些什麼呢 只是做一個管家 就是收到多少錢 就給多少出來 所以你看四個字 就知道沒有財政政策 就是量入為出 那一年裡面 經濟不好的話 應該就要什麼呢 擴張經濟 那就是加 無論你是哪個看法 你都是一系 就加開支減稅 但是那一年經濟不好的時候 政府就反過來要什麼呢 緊縮 但是反過來 經濟好的時候呢 有通脹的時候呢 就說我們說要還富於民 又要什麼呢 給錢出來 根本就是沒有什麼 那就是只有量入為出 只有由頭到尾 你由我西哥量入為出 那以前連還富於民都沒有 現在近來壓力大了就會還富於民 但是其實它沒有運用財政政策的 它沒有運用正水政策 所以如果我們呢 坦白說 要批評它的時候呢 那如果夠膽講一個 如果真的要財政政策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拿財政預算來做財政政策 你平坦沒有什麼政策 它根本就是沒有 沒有